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股牛高手 我是林玉凱 台股今天看似展開了一個 反攻的號角 一度有攻到16729點 中場已上漲23點作收 不過所幸今天低點 雖然一度是黑的 盤中一度有翻黑 可是沒有跌破昨天的一個低點 有網友問說 的確今天是有漲沒有錯 可是萬一這一波反攻失敗 應該怎麼辦 這個鐵支撐16800點 站不回來怎麼辦 其實這邊我跟大家先講一下 就不用緊張 兩個禮拜之內 台股的春宴就會來臨 為什麼是兩個禮拜 不是三天四天 不是三個禮拜四個禮拜 不偏不疑就是兩個禮拜 這是有理由的 各位5月5什麼日子 5月5不是端午 農曆5月5才是端午 國立的5月5號是什麼日子 國立的5月5號 是聯準會利率決議的日子 依照目前市場的預估 5月大概會升息2碼 到年底總共會升息8碼 所以5月是2碼 如果說這個市場的預估成真的話 可以堪稱是幾十年來 應該是三四十年來 聯準會最激進的一次升息行動 昨天我已經說過了 為什麼鮑爾現在敢放手這樣幹 聯準會主席鮑爾 為什麼現在好像 以前很哥 現在很陰 為什麼有這樣的轉變 這樣不是會讓股市大跌嗎 而且也有可能讓經濟衰退 更加有可能影響到年底的選情 為什麼要這樣子 可是就算會造成這麼多的影響 那又怎樣 因為我們知道現任的聯準會主席鮑爾 第一點他不是民主黨員 他不在意選票 我不是民主黨的 你們選得好不好 關我什麼事 最好經濟差一點 搞不好共和黨選情就好看一點 所以說他不在意選票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想怎麼幹 就怎麼幹 第二點其實鮑爾現在也差不多 我印象中他應該70歲了 也70歲了 隨時可以退休 我們不是上班族最喜歡講一句話 不做最大 我會做最大 我不知道他的心態是不是這麼樣的大無味 可是確實現在的鮑爾 對於他的現狀 他是比較沒有顧忌的 在對抗通通這件事情 可是你說鮑爾不在意 我不在意經濟 我不在意 會不會造成股市下跌 我不在意選情 拜登可以不在意嗎 執政的民主黨可以不在意嗎 當然不行 更何況還有前車之鑑 在1982年的時候 當時的聯準會也曾經採取過 很激進的升級行動 當時就有一次是直接升級三馬 因為當下的時空背景是美國已經 經歷了在十多年的一個通膨 最後這種很激進的手段 雖然說去壓制住美國長期的 通貨膨脹的壓力 可是卻讓美國的經濟 急速的線路衰退 我印象沒有錯的話 當時在那一年度宣告破產的 你說自然人也好 公司也好 它這個年增率相較於前一年 年增率是高達50%以上 高達五成以上 假設去年是100萬人破產 這一年變成150萬人 160萬人 所以這很可怕的數字 整個經濟急崩 那是直到隔年1983年 經濟才出現反彈 那當然在當時的那個時空背景 會有經濟學者認為說 至少在1983年以後 一路到整個90年代 其實都是美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 可見強力的激進的政策 去抑制通膨 是一種短空長多的策略 的確有經濟學家是這麼說的 可是我覺得以現在民主黨的角度來講 去年可以這樣幹 前年可以這樣幹 今年可以嗎 你不要忘記了 半年後 現在已經4月底準備要5月了 半年後11月 就是美國的期中選舉 你認為現階段的執政黨 他可以先接受經濟衰退半年 明年再好轉嗎 即便明年經濟真的好轉 我這個政策用對了 明年經濟好轉也沒有意義了 因為這個票已經投完了 選民的憤怒票都投完了 就算經濟好轉又怎樣 你選輸就選輸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最近 鮑爾一直在放炮 可是呢 葉倫頻頻出來滅火的原因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上個禮拜 我們就講到這篇新聞 美股遭血洗之後 葉倫趕快出來喊話 財政部長葉倫說 通通已經見到頂了 那在周休日這兩天呢 連續兩天受訪 信心喊話 其來有字嘛 葉倫動作頻頻 為的就是要幫鮑爾的 升息言論做滅火 基於聯準會的獨立原則 其實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即便是總統 你都不能去干預 聯準會的升息政策 再加上說呢 拜登跟鮑爾之間 他們不同黨嘛 所以沒有所謂黨派的糾葛嘛 我不能寄出什麼黨紀什麼之類的 所以說現在的爆真的是最大 不論是對內對外 其實是真正能夠去做到行政的中立 他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他完全可以依照他的判斷去執行 那可是現在選情告急的前提之下 如何去遏止這種狀況 又不是說我今天看他不爽 把他換下來就好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由另外一個很夠分量的財新官員 來告訴大家 通膨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葉倫 就是葉倫 除了他還有誰夠格 對不對 先告訴大家說 現在通膨沒有那麼嚴重 通膨已經到頂了 準備要往下走了 話先放出去 我話放出去之後 升息的手段自然就不能太強硬 否則一旦升息這個動作 去造成所謂的股市下跌或股市崩盤 整個輿論的壓力 全部都會掉到聯準會身上 抱了這個壓力就來了 那這就是一種制衡手段 或許你覺得說 我這是一種推理的過程 這個太過於陰謀論 可是你也不能不否 不能否認的是 政治本來就是充滿著陰謀與算計 這就是我不碰政治的原因 不然其實小弟本人在下 我也是出身於政治世家 好不好 其實這也是某個程度上 我很懂政治的原因 那話說回來 5月5號是聯準會的利率決議日 為什麼說台股的春宴會來臨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 升息之前行情都會先震盪 可是升息過後 行情就會倒吃甘蔗 痞疾急太來 至少我們可以往回看到 三月就是如此 在這一天 聯準會宣布升息之後 行情真的倒吃甘蔗 痞疾急太來了 因為他已經先行做過修正了 這一波同樣的 行情已經有先行經過修正 直到5月5號的升息過後 行情是不是也能夠 倒吃甘蔗 痞疾急太來 我覺得是有期待的空間 與此同時 台股在這一波 整個4月份下跌的過程當中 雖然16000點的鐵支撐 暫時跌破了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國外有葉倫 當我們這個盟友 台股依然有鐵夥伴 好不好 官股航庫 台股在昨天重挫超過400點 官股連續兩天 低接買盤 試圖要來做一個穩盤的動作 外資開始在拋貨 沒關係 我官股就進場 我們就是互補 好不好 你走 我來 你來 我走 就是這個樣子 除了官股之外 咱們的投信投顧工會理事長 張錫 同時是國泰投信 國泰投信還投顧 國泰投信的董事長 張錫 張董事長 依舊不離不棄 他直接告訴你 5月就會反彈 因為5月5號 連準會升息過後 利空出境 市場會明顯反彈 英雄所見略同 好不好 台股的鐵夥伴 再加上說 我們現在有外援 好不好 葉倫也站在我們這邊 所以各位 好不好 這件事情我相信 還是有轉機的 政治這件事情 放租四海皆準 為什麼現在張錫動作頻頻 為什麼官股動作頻頻 因為政治放租四海皆準 美國有其中選舉 台灣同樣有九合一選舉 同時5月5號過後 就是520 這個很指標的日期 是不是值得用力拉抬一下 下半段回來看看股票 5月11日晚間9點 五週生意維他命C口含定 水中汗刀洗 讓我陪你一起玩吧 八財路上不孤單 眾多網紅及直播主任你挑選 我在亞洲不好熱誠等你喔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 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 到風塵呼呼 這個基本面 到深夜石炮面 摩爾堅持 衝動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您聞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 幫你幫我 剛才沒有 喝喝水前好 拿到幽露安 哭得好 剛才沒有 比較重 要用加強意 三幾號碩票 幽露安 讓我陪你一起玩吧 來發呦 讓我陪你一起玩吧 讓我陪你一起玩吧 擦財路上不孤單 董哥網紅旗直播主 任你挑選 我在雅州庫好熱神 等你喔 確定這個是洗得掉的 有顧在自己的兵 有顧在自己的兵 講得有點像炎亞倫耶 炎亞倫耶 炎亞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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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美諾美白修護霜 綜藝玩很大 有好為當大 你的擔心 我唱得最好的就是許智豪 你希望你的人照顧 是你啦 我覺得女生唱得比較好 有 有 有 櫻花姐妹 大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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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曲牌 就在Movere一節 守護行動裡 我愛VV秀 散戶朋友們呢 其實從去年到今年 這個真的叫大喜三溫暖 去年的上半年呢 你有沒有覺得 彷彿如有神柱 買鋼鐵長鋼鐵 買塑化長塑化 買玻璃長玻璃 買航運標航運 去年真的是這個樣子 尤其上半年 整個上半年 閉上眼睛射飛鏢 隨便射中一檔 都能買到標股 今年呢 怎麼買怎麼套 真的叫怎麼買怎麼套 難度提升很多 操作難度這個是 我覺得以這個 如果說以這個 有數據來衡量的話 今年大概是去年的三倍吧 各位 孤軍奮戰是寂寞的 人生在世是需要朋友的 俗話說的好 三個臭皮匠 勝過一個諸葛亮 我不是說你找三個散戶 湊在一起就會賺錢 可是如果說你投資上的好朋友 本身就是諸葛亮 那當一個臭皮匠 加上一個諸葛亮 會不會更強 可是這個諸葛亮呢 本身要跟你有互補的效果 要能夠去彌補 你看事情的盲點 你這一塊你看不到 你看不懂 它能夠去彌補 比如說以我自己來講 我們這種外資投信法人 出身的分譯師 我們的專長在於基本面 基本面很強 財務面的資訊 我們能夠領先去掌握到 可是當時我就想到了 財務面 基本面的這些資源 在當時我已經很豐富了 不論你在外資體系 在投信體系其實很豐富 你絕對不缺這些資訊 我需要增加的是什麼 技術面和籌碼面的資訊 而且是跟坊間不同的 我不是說什麼重慶南路 花500塊買兩本書 就得到了那種技術面資訊 那個我不要 那個我不要 我是要跟坊間不同的 技術面跟籌碼面的資訊 所以我才想說 那麼我是不是可以 透過我的資源 透過我一些同儕之間的幫助 一些心得的交換 我自己來創造 自己來研發一套軟體 就有了這一套AI軟體了 好不好 七道嚴選工法 技術面加籌碼面 所以我們能夠去避開 技術分析的盲點 以及單就籌碼分析的迷思 這是我操盤是實戰經驗 匯聚而成 我們是多位分析師 共同努力 共同研發 多重認證 同時經過科學的回測 有了它之後 確實幫了我不少忙 尤其有時候 比方說我們看到一檔股票 感覺還不錯 可是它也許是一個冷門股 也許是一個名不見經賺的小股票 我們以前沒有碰過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研究基本面 去研究產業 坦白講需要不少時間 今天我一個電子出身的分析師 今天你突然叫我去跨行業 去研究玻璃產業 我真的需要 少說要花個三五天時間 可是沒關係 AI直接給它掃一下 能不能買 第一時間就給你答案 因為最近我看很多散戶 因為本益比低 總原因去搶進2409的友達 各位 因為本益比低 而去買進友達 這真的是一件對的事情嗎 其實我很早之前就跟你提醒過 景氣循環股 不是用本益比來操作的 你因為本益比低這個題材 也許你30塊去買 也許你27塊去買 也許你25塊去買 也許你22塊去買 現在來看 當時的他們都叫做本益比低 直到現在本益比也是低低低低 低到不行 可是它問題就是一路的往下低 一路的低下去 我真的心裡會覺得說 哇好傻好天真 今天台股反彈 它還在破底 還在大跌 而且是長黑10K 產業面我們提醒過 真的好多好多次了 AI的部分 好不好各位 上個禮拜也跟你分享過了 好不好 友達的部分 老早老早就出現賣訊 甚至是空訊 三線一星 什麼叫三線一星 整個趨勢已經翻空了 籌碼動能全數翻空了 老早就提醒過你 這個股票能接嗎 聽不進去我也沒辦法 提醒過真的真的好多次了 再來 聯電的部分 今天也是破底的 看起來很微小 可是實際上它是破底的 這個也講過很多次 我說 AI它很單純 它就分析技術面跟籌碼面 它絕對不知道 什麼叫做成熟製程 什麼叫做先進製程 可是它能夠知道一件事情 籌碼就是不對勁了 動能就是不對勁了 好不好 至少這些事情它知道 基本面的部分它不想想 它不想管 就如同你一樣 你也可以什麼都不管 我們單純的看籌碼 單純的看動能 它會告訴你不對勁 既然它已經告訴你不對勁 聯電你就別碰 50多塊就提醒你別碰了 好嗎 好不好 再來 強茂 一樣的狀況 同樣是今天台股上漲 很多股票開始反彈 強茂照樣破底了 好不好 那強茂的部分 老早在4月7號 這邊截圖截得有點小問題 好不好 有個小箭頭看到 4月7號這一天 它是有一個很明確的空訊出現的 甚至這個 這不是買訊 雙箭頭才是買訊 這是一個看似有一個轉折的部分 可是隔天馬上又打下來 所以其實老早在4月7號 更前面兩天 強力的空訊就出來了 為什麼是強力空訊 因為趨勢已經翻空了 籌碼跟動能同步翻空 這個叫強力空訊 98塊左右就要發出來了 它已經告訴你 強茂別碰 別碰 主跌段馬上就來了 再來6104的創委 昨天直接跳空大跌破底 今天漲2%又怎麼樣 早在 來 各位 早在4月7號 就叫你不要碰了 趕快賣掉了 再隔一天空訊都出來了 進場放空好不好 三線一線強力空訊 還能買嗎 各位這邊就告訴你不能買了 不能買不能接 空還可以 不能買就是不能買好不好 你可以避開多大一段 已經見到一字頭了 從300多變到100多好不好 300多變成100多了好不好 假日有跟大家分享過 漢翔的部分 當初在4月11號出現買訊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有沒有強力買訊 沒有 直到隔天 動能線才翻紅 這邊強力買訊就來了 好不好 這一天是基本買訊出來 這邊三線一星全部翻紅 所以昨天跌 昨天台股大跌400點 他也是跌 昨天跌不打緊 AI有沒有叫你出 沒有 沒叫你出你就不用出 今天的漢翔繼續創新高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華星 其實華星這兩天 開始進入一個高檔的整理 整理兩天了 這邊橫盤整理完 到底是會上去還是下去 你不用預設立場 不用預設立場 老樣子 AI在這邊 請你進場之後 只要沒有叫出 你就續爆 只要沒叫出你就續爆 反正它的成本在這個位置 已經拉開來了 價差已經拉開來 至少50% 60%的獲利在手了 無論你賣在哪裡都是大賺 你賺三成四成五成六成 全部都是大賺 說不定有機會賺更多 好再來看一下 AES 力旺 金星科 這三檔股票 是我們在Telegram在Live 禮拜天的時候 跟你做一個分享的股票 昨天節目當中 有特別特別提醒你 別碰別碰別碰的股票 古天樂不斷跟你講 歹路不可以走 歹路不可以拔 空方趨勢的股票 你就不要去賭好不好 不要去賭 今天台股上漲 可是你看一下這三檔 我們假日特地花時間提醒你的 AES破底 力旺破底 金星科照樣破底 今天還跌7% 都在破底 不要碰的股票就千萬不要碰 上個禮拜分享過的綠能概念股 四季剛今天是大漲創新高的 上尾投控今天是漲停創新高的 同喜啊 春江水暖壓先知 政策做多趨勢成型 AI領先偵測到 同時你可以發現 一件很有趣的現象 這兩檔都是屬於綠能概念股 以去年的財報來講 四季剛賺的還比較多 比上尾投控還多 假設今天兩檔股票你想挑 可是你資金有限 你只能選一檔買 你會選誰 通常會選四季剛 通常會選四季剛 可是偏偏比較強的是上尾投控 可是這個時候 你有疑慮 沒有關係 有疑慮的時候交給他 AI一掃你就發現 AI一掃你就發現 買進的當下 籌碼動能就有差了 四季剛出現買訊的當下 其實他的籌碼沒有進來 他都到後面才進來 到後面才進來 而且籌碼進來了 動能仍然有疑慮 可是上尾投控不一樣 他在買訊出現的頭時 籌碼動能是同步增溫的 他們是同步增溫的 同步增溫之後 籌碼 這邊也許有一些獲利了結的賣壓 可是籌碼一直都偏多方 動能不用講 動能不用講 一直都維持多方動能 這是一個很強勢的多方結構 所以其實你看很多的指標 搭配觀察 已經露出很多的蛛絲馬跡 四季剛上尾投控到底要買誰 好不好 在AI的幫助之下 二選一 你看財報選不出來 你看技術分析選不出來 看報紙選不出來 好不好 AI可以幫你選出來 可以從二選一當中 選擇到更賺錢的股票 這就是我所說的互補 互補的概念 最後我們再來看這一檔了 福壽先來看一下它的走勢圖好了 各位福壽1234 同樣是上個禮拜分享過的股票 連續四天收了一個黑K下跌 今天還跌了6.5個百分點 有網友在昨天就跟我說 完蛋了 我是28塊多追的 28塊多在哪裡 好不好 幾乎買在最高點 被你害死了 他是這樣跟我說的 當然他是打字 沒有情緒好不好 我這邊跟這些網友說聲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我不是跟你道歉 我只要跟你說不好意思 我沒有害死你 是你自己害死你自己 好不好 你去看一下我上個禮拜的影片 在上個禮拜 我跟你分享這檔股票的時候 我有沒有告訴你 買訊是在4月11號出現的 我清楚明白的告訴你 買訊是在4月11號出現的 是在4月11號出現的 當時他的價格是20塊 20塊 買訊在這個地方 我有叫你在這個地方追嗎 我有叫你28塊追嗎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曾經我講過的股票 任何時間你去買進 可是你只要追在高點 全部都算我的錯 是這樣子嗎 各位而且你不要忘記了 買在這個位置 就算連續1234 4根黑黑殺下來 今天收在24塊45 古天樂直到現在 此時此刻都是賺錢的 只是從大賺變成小賺 如此而已 還是賺錢 那股票有買就一定會有賣 有買訊一定會有賣訊 正好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賣訊就出現了 他的賣訊會出現了 可是買訊在這裡 賣訊在這裡 因為籌碼已經翻空了 沒有關係 跟著照做 出現賣訊就賣 照樣賺錢 好不好 各位我都很實在 我不會跟你講說 這個軟體早在這邊 就叫你賣了 然後跟你在那邊圖圖改改的 不會 不會 我不會跟你講說 我賣在最高點怎麼樣 有買訊就有 有賣訊就有 沒有就是沒有 哪一天出現就哪一天出現 好不好 我們的古天樂AI用戶 其實高達三位數 數百人在做使用 我們不可能去做 隱匿竄改造假的動作 我也說過很多次 如果說今天 你手上的是正版的 官方授權版 不是你自己下載的 你把它劃開一看 跟我節目上所示的訊號 有任何的出入 有任何的出入 你發現我是竄改的 造假的 我為了去美化績效怎麼樣 改東改西的 好不好 全額退費之外 我還送你一張台積電股票 一張台積電股票 價值五十幾萬 沒有很多 可是以示誠信以示負責 只要我有任何的篡改造假 隱匿的嫌疑 好不好 你來檢舉我 就送你一張台積電股票 可是回頭看福壽 今天是有賣訊沒有錯 我們也賣的 不算到非常漂亮 可是至少也是賺錢 賺個兩支掌停板 沒有錯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在節目上每天每檔 這樣子跟你一檔檔分享 你小心他賣訊了 他出現賣出了 你要留意了 所以不可能 我們節目上時間有限 每天就是二十多分鐘 所以各位把AI帶回家 讓他成為你最好的軍師 人腦加電腦 才能夠天下無敵 各位今天雖然台股 只有銷漲二三十點 可是仍然有機會 在未來的一到兩天之內 重回一萬六千八百點 就算短時間之內站不回來 5月5號過後 照樣可以迎來春宴 5月5號過後 你會發現很巧妙 再過三天 5月8號就是母親節了 如果說你自己是當媽媽的 有沒有想過要送自己 什麼母親節禮物 有沒有想過自己要送給媽媽 什麼樣的母親節禮物 我給你建議 最好的母親節禮物 就是正確的時機 加上一檔賺錢的股票 這就是最好的母親節禮物 如果你不知道 如何去掌握正確的時機 如何去找到賺錢的股票 很簡單 你可以透過等一下的廣告專線 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或者說一套完整的操作工具 一套完美的能夠輔助你的操作工具 也是一個不錯的禮物 你任何的部分想要了解 我也歡迎你加入我的LINE 這個like可以和我們聯救團隊 做一對一的線上互動 任何諮詢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線上做一個提問 Tagren YouTube頻道 歡迎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一起拜拜 收看